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年龄的小窝 我是万万又见面了 那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个这一个我订阅的 订的两个beauty box的unboxing的这一个美妆日记 那我从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从年初的时候我订的是四个beauty box 有ipsy birch box 还有这一个boxy charm跟glossy box 抱歉 但是呢因为 一二三三个月的这个ipsy跟birch box 我真的是 真的真的真的是不太喜欢啊 然后我觉得给的那一个样品实在是太小了 一个bronzer一个眼影 我就给指甲盖大点的 这样的这一个sample 真是太小了 一个bronzer你让我怎么去用它 对吧 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两个取消了 然后我就唯一留了两个 也就是今天的这篇美妆日记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是boxy charm 然后一个是这一个glossy box 这两个呢 我应该会一直定下去 因为我觉得他们 这两个这个beauty box包括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全面 然后尤其是这个boxy charm 然后真的会有很多惊喜在里面 上个月就有那个offer的高光 但是因为三四月份我就是美妆日记 也没有跟上这样的身体原因 身体的原因了 然后就没有就是跟大家po 这个boxy charm 然后五月份的时候 又po了很多新品的视频 然后这个贝加笔记 那个贝加笔记 有很多新品的review 然后所以就没有给大家做这个开箱笔记 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glossy box 这个盒子 每页的这个盒子 我都有留着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然后可以装一些东西 分一下类这样子的 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然后一个带子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明信片吧 这样的东西 然后说是 就什么 Tropical Beauty 然后后面可以写这个 然后有这个 有戳什么什么的 在上面 然后主题就是 Hello Summer 然后这里边呢 就是它 产品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里边有什么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粉红色的包装纸 映入眼帘的 你们有想写这个 小学作文 就是这个沙子 这个是什么沙 就是可以用来修容 跟遮瑕的 这样的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沙头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眼 最近啊 上个月好像在 我忘记在哪个 这一个beauty box里边 然后也收到了一个 类似的刷子 但是比这个要 大三号吧 就是 抱歉 就是有点像 那个artist的一个刷子啊 现在都非常流行 大家都各种方 这样子的 感觉怎么在 里边好像 有什么声音 大家听到了吗 这样子的 contour的确蛮好的 刷子也非常的 非常的细软 鼻子应该够强 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 concealer也OK吧 应该 眼睛的这个地方 也蛮好的 它里边有声音 这个是 full size 说的是 10到15美金 不知道 这样是这个刷子 然后接下来这个呢 是叫 Julep Your Lip Addiction Tinted Lip Oil 这个颜色 我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 OK 这个原价要20 没错 22美金 大家可以去 check一下 我的那个 Lip Oil的那个合集 然后我有提过 这一个 有给大家做 这个试色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里边呢 就是透明的 然后粉色的 这样的油 然后这个味道呢 就是真的有生油的那个味道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但是这个呢 就是我不开包装了 然后就是 直接给朋友这样子的 这个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 这个就22美金了 然后这个就是 22美金一盒的 这个Beauty Box 所以一个这个 Lip Oil 就回来了 然后下面是这一个 我蛮开心 它又给了一个 这一个 头发的这一个Oil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 马上就要用完了 这是它的这个 是Vela这个牌子 蛮有名的一个 这个沙龙 这个呢 是 正装呢 就是要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正装啊 这是30毫升 哦 这个就是正装 它就是30毫升 Full Size 20美金 就这一点点 OK 这个牌子本身就蛮贵的 然后它是这样的 压出来的 这样子的 然后再给大家更新 我蛮开心收到这个 这样就40多美金了 已经 然后下面是这一个产品 我蛮想试的 我那次还想买来 自己试一下 这个是李肤全的这个 Effectla BB Blur 算是一个打底的产品啊 然后这个是 30毫升 是30美金 然后这个只有10毫升 是一个 Sample Size OK 这个是 这一个 它说是 Result in Visible Flawless Complexion In Seconds Oil Free Smooth Scans Absorbed Sweat Seamless Cover Blemishes 我觉得这应该蛮适合我们混合机到有幸肌肤的朋友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有没有防晒值呢 好像是没有防晒值 这眼我蛮吃惊的 好像是没有防晒值 这一个 有朋友用过的 在下面留言 然后最后一个叫Bang Beauty 这个叫 Cream Color Multi Use 就是多用的一个膏状的产品啊 当然就是 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子的 可以当口红 然后也可以当腮红 这样子的 可以当高光吧 这个可以 这应该是个高光啦 应该是一个高光 但是这个我应该不喜欢 大家看到 暈染一下没有了 就是油 就是油 嗯 不太喜欢 没有什么颜色 也没有什么味道 还好 总之没什么感 暈染到没有 这个就 这个是这个Glossy Box 我非常开心的是收到这个发油 还有这个 虽然是给朋友的 但是也蛮好的 这个月我觉得一般OK 没有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到 但是 这个20美金 我觉得蛮合适的 OK 这个是Glossy Box 然后下面是这一个 Boxy Charm 然后这样子的 然后打开之后呢 我非常 非常开心的是 它没有给你 那个碎碎纸 大家明白我意思 这个是这个海绵 然后包着的 然后这是它的这一个产品 这上面写的什么 然后这是它的产品信息 OK 超级大的一盒 这个是 Real Her Playbook Shadow Palette 是一个眼影盘 好多人收到的是它的一号盘 但是我收到可以看到 是它的二号盘 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 我收到的是二号 OK 它是这样的硬纸的 这样的硬纸板的包装 然后这边是一个镜子 然后这边是九个颜色的眼影 是这样子的 然后里边有 珠光的 有雾面的 然后有glitter的 然后简单试一下颜色 好了 蛮soft的 噢色度也蛮好 噢色度也蛮好的 颜色也蛮漂亮的 试一下中间这个颜色 我这盘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试一下这个颜色 OK 这个应该就是我的颜色了 噢 非常非常的饱满 上色度非常漂亮 我这盘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啊 我觉得是蛮漂亮的一盘 非常的soft 非常的buttery 迫不及待想要用这一盘 这一盘的手感 还有它的眼影的感觉 让我想到了Tarte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熟悉的感觉啊 那这一盘呢 看一眼 它多少钱 这一个我觉得就是蛮好的 这28美金 噢 比Tarte便宜 便宜一点点啊 酒色的 这个是这一个 眼影盘 我接下来就是 会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beautybox的上妆笔记 就是用我在beautybox里面 收到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产品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上妆的视频 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 ofra的这一个液体口红 这个就是我又打开试一下 这上面我 它没有贴这个颜色 然后它这上面信息也没有写 是什么颜色 那这个单独卖是19块9毛9 就是20美金这样子的 那如果在美国的朋友的话 ofra现在是 现在 不说话 现在是在alta alta的官网上 有take这个品牌 那上个月它给的是 ofra的那个高光 然后这个月给的是 ofra的液体口红 然后高光要30多美金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值 然后这个box是22块钱 然后这一个就已经 20块钱了 这样子的 然后我刚才试了一下 颜色在这里边 非常的薄 颜色非常的饱满啊 非常非常的上色度 非常非常的均匀 如果有你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好多人对它的评价 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觉得好像ofra 好像是很多的 这个油管博主 最喜欢的这个液体口红之一 或者是最喜欢的唯一啊 等等的 然后我试过之后 然后再给大家更新 这是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是这一个产品 我超级兴奋 我打开之后 我超级兴奋看到这个产品啊 这个叫 Diamond Glow Powder 是instagram上 就是网上超级流行的一个高光粉 它是那种散粉 然后这个呢 单独买一个这个 就要27块钱 26块9毛9 27块钱 所以这一个 这个月的boxycharm 跟上月的boxycharm 我觉得真的是 蛮好的 然后它里边是这样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 OK这样 这个颜色呢 是 看不懂 在这里 OK 沾上来之后是这样的 粉 然后 应该是要适用的 这是干用的效果 我觉得这种粉 应该就是适用的 有点像那个 Bare Mineral的那一个 粉状的盐影 跟那个非常非常的像 里边有就是大的 Shimmery这样子的 我觉得应该要适用 好接下来呢 是这个刷子 这个是叫什么 LuxyBeauty.com 叫什么 就是LuxyBeauty LuxyBeauty的这一个刷子 然后这个要24美金 24美金 真的吗 那么夸张 这么贵 然后是这样的 刷子 大家不要怕它这个形状 你刷了 就是 就是你 重新再给它用水沾湿 洗一下之后 然后给它捋直了 就会恢复到以前的形状 这个是它压 就是放在这个盒子里压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高 我不太喜欢这样 就是这个地方很长的 这样的刷子 试过之后 然后再说 但是蛮贵的 然后LuxyBeauty 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是要24美金 真的是有点 家庭有点吃惊 最后 是 这一包东西 这个是 面膜 然后这个面膜呢 是叫什么 Bio Bella Facial Mask 然后里边一共有三个 然后这个三个就是 是14块9毛7 15块钱这样子的 咱开看一眼 然后我不知道它里边是 一样的 还是就是不一样的 放在一起 应该是不一样的 三种放在一起 真的是有的时候 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精细 然后我觉得几乎每一个月 都会有一个产品让我 最少有一个产品 让我非常非常的满意 这样子的 那这个月呢 这两个产品我很喜欢 一个是这一个眼影盘 一个是Alphora的液体口红 我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在这里边 然后这个呢 我蛮就是蛮惊艳的在这里边的 因为它真的是蛮贵的 但是产品没有到我经验的 试过之后再跟大家 继续更新 然后也请大家期待一下 我接下来的用这一个 Beauty Box 然后做的一个霜妆视频 那今天呢 这篇美妆日记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对哪一个产品 信息还有疑问的话 尽情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量的尽快的回复大家 那今天这篇美妆日记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我们下篇美妆日记再见咯 Bye